國家劇院吧 對 然後我媽突然 吼 就我突然嚇一跳 可是這就是每一個戲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京劇跟歌仔戲 它可能就是你看到很熱熱烈的那種情節 你就會排走或叫出來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真性情的人 她看到非常好看她就會 吼 就開始帶她很豪邁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蠻難忘的經驗啦 今年我的生日當天剛好就是母親節 5月13日 那去年的時候我媽媽因為發生意外 然後離開了我 所以在今年老天爺很有趣 就讓我的生日跟母親節剛好在同一天 那我覺得也是讓我去 是一種紀念吧 紀念我對我媽媽 然後對我媽媽的思念 剛好遇到這個母親節的節日 不要吝嗇表達你對媽媽的愛 大聲的跟她說媽媽你辛苦了 或媽媽我愛你 如果你還是沒有練習好 怎麼說出我愛你 請在我們的FB 留下你對媽媽想說的話 對 盡情的留言 對 盡情的留言 看你想對媽媽說什麼 然後再帶媽媽進到劇場 看我們的天堂邊緣 跟父母一起看這一齣戲 我相信這感覺會非常的溫馨 而且你更知道什麼該去做 什麼不該做 更知道珍惜不要有遺憾 我相信帶媽媽一起 帶父母一起去看這個 我們的西天堂邊緣 是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真的 大家手刀趕快去強調吧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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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